隨著A7站開發帶動大量人口移入 龜山區域人口從15萬成長到16.7萬人 需要增加省補全機能 市議員陳耀仁希望市府能夠加緊完工 目前的校舍規劃 滿足居民需求 隨著龜山區年輕家庭增加 那公幼的需求也增大 那一集來我也非常關心 公幼非營利幼兒園以及兩歲專班的爭取 那今年度呢值得一提的是 從去年的六間兩歲專班 今年會增開到13間兩歲專班 那當然公幼以及非營利幼兒園也會增加 市府近期積極地與教育部來進行 專案協商爭取補助經費 從111年開始在龜山區 興建了文青國民中小學以及副社幼兒園 前置座椅都已經準備完畢 預計在今年開始招生 同時也陸續興建其他校舍 桃園市長市長上任以來 我們積極辦理公共化幼兒園增設 以及兩歲專班的增設計畫 我們公共化幼兒園在龜山地區 我們總計增加兩元 包括文青 非營利幼兒園 以及大湖非營利幼兒園 那我們其中兩歲專班 在龜山地區 從去年的111學年度有6班 到今年112學年度 總計會增加到13班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滿足 當地家人的入園需求 龜山文青國中小幼兒園 6月會完工 提供4班小一新生 9月開學使用 其餘建物10月會完工 開放招收幼兒園 4到5班的新生 記者的林瑞峰 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提供